中国Key Poop 火箭队总经理公开停港 现在休士顿火箭队必须对中国卑躬屈膝了 因为总经理Darrel Maury 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挺香港的推文 引起北京当局强烈不满 根据ESPN新闻台报道 上周五 Maury在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 上面写着称香港挺自由 像努力争取民主的香港人之意 但此举却让中国大发雷霆 尽管火箭队没志气的老板 Tilman Ferita第一时间 亲上火线火速切割Mory 表示Mory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官方立场 但还是难以平息中国的怒火 由于火箭队的移动长城 姚明所领导的中国篮球协会也表示 Mory发言不当 而且还选错边站 中国篮球协会随后也发出声明 要中断与火箭队的任何关联 真好奇是谁在中国篮鞋背后下指导其的呢 没想到乌露偏逢连夜雨 转播MBA赛事的两大平台腾讯和央视 双方宣布进一波火箭队出战的比赛 然而驻休士顿的中国领事馆 也跳出来说话 要求火箭队应该要出面道歉 更正错误言论 并采取具体行动 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天晓得要怎么样道歉才能让中国消气啊 是要简单的推特发文道歉呢 还是需要到中国 向习皇帝磕头致歉啊 Mory已经将推文删除并诚心诚意的道歉了 周日时他在推特上发表声明 他表示无意要伤害火箭队的中国粉丝和朋友 也重新考虑了反送中的其他面向 MBA也赶紧发文 要挽回中国这块大饼 看来利益比人权还重要啊 但话说回来 该出面道歉的 应该是玻璃心最满力的强国人吧 其实Mory只是抒发自己看法而已 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小题大做吧 以上是我们的看法啦